國民黨提出的國會改革 無法 週五在立法院一讀通過副委 包含引起爭議的增定 描述國會罪 總統投票改二輪制等 民進黨團的總教 柯建民是在臉書批評 內容毀現亂正 民進黨團 目前正在跟專家學者討論 預計提出自己版本的國會改革法案 藍白則反擊 柯建民不知反省 接下來司法委員會 將會成為朝野攻防重點 立法院八號舉行院會 繼民眾黨團提出的 國會改革二點零修正法案之後 國民黨團提出的國會改革無法 包括森定藐視國會罪 縮短陸配入籍年限 總統投票改二輪投票 以及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常態化 全數都一讀通過副委審查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在臉書批評 這些內容毀現亂正 國民黨立委素質之差三十年警戒 國民黨團反擊表示柯建民是自我感覺良好 不知反省對於國民黨引起爭議的法案 民眾黨團表示將會在委員會支持 而民進黨團則表示會推出全面改革法案 包括議事革新 組織改革 國會改革 內容絕對優於藍白兩黨團的提案 民主進步黨也組成了國會改革專案小組 由吳思堯 我本人擔任召集人 目前正快馬加鞭與學者專家 對話討論當中 接下來的司法委員會 勢必成為朝野攻防重點 另外一個關注焦點 則是NCC的人士 立法院十一號邀請NCC主委 陳耀祥進行專題報告 但是曾經擔任NCC委員的 國民黨立委翁小林 收到書面報告之後 批評內容空洞 藐視國會 民眾黨立任黨團總召黃國昌也表示 該退回重寫 國民黨團對此不滿表示 一早將會大動員抗議 記者韓英朋友組 台北報導